中共要對柯文哲案關鍵人物下手 北韓出兵人出重磅問題 長城董事長說中國電動車沒有核心技術 美航班嚴重延遲或取消 需現金退款 疑涉華為台積電切斷對兩公司功課 香港高財通人才入港但一職難求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1日 在稍後節目結束之後 我們將介紹兩款 致力於天然健康管理的產品 三高代謝寶 專注於三高管理和排毒 以整體療法全面調理健康 以及補氣18美 迅速補充氣力 提升體能 請留意節目頁尾的分享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新聞內容 台灣驚華性舞弊案 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關鍵人物之一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貼身帳房 許子瑜目前滯留日本 10月30日傳出重磅消息說 中共打算對許子瑜落手 不過消息未能獲證 許子瑜綽號吉指 因為極受柯文哲信任 被形容為民眾黨地下主席 在控方搜查柯文哲的前一天 也就是8月27日 許子瑜以出國讀書的名義去了日本 10月25日 台北檢察署以涉嫌違反《政治獻金法》 對許子瑜發出通緝 並註銷許子瑜的護照 中國流亡作家袁雄並10月30日 告訴漢中國 中共內部消息員緊急通告說 中共國台辦已經派出 極有能力的官員到日本尋找 並說服許子瑜到中國 用他們的話叫做 回到祖國的壞譜 如果許子瑜不願意去中國 中共國台辦也可以幫他逃往第三國 袁紅斌認為 中共之所以關心許子瑜 估計是因為他掌握柯文哲的關鍵證據 中共內部人士對袁紅斌分析說 柯文哲任台北市長期間 通過上海台北雙城論壇 與中共有一系列統戰交流 雙城論壇也發展成中共滲透台灣的一個橋頭堡 而柯文哲的主要金主 絕大部分都是台灣方面參加雙城論壇的骨幹 換句話說 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的這些商人 絕大部分是中共統戰的重點對象 袁紅斌說 柯文哲貪腐案不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 已經涉及到中共統戰一個嚴重的政治議題 9月柯文哲被擊押後 中共國台辦突然表態 將精華成案與台獨扯上關係 力撐柯文哲 大平台灣總統賴清德 擺佈司法 絲無忌憚 製造綠色恐怖 打壓異己 當時國際關係學者王偉國 曾對自由亞洲分析說 國台辦高調撐柯文哲 反映柯文哲對中共的重要性 似乎也應驗了歐文哲 會否和中共本身有些不可告人 甚至有些地下或一些渠道 大家互相溝通或互相有一個默契 試圖滲透或影響台灣政治 自媒體LT世界發問說 台灣媒體低估了中共的表態 歐文哲案最關鍵人物是行賄方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經 而沈慶經目前最大債主洗米華 在中共手中 國台辦不是簡單的 查柯文哲 而是同時向沈慶經打招呼 要求他死手不要出賣柯文哲 南韓房長金龍顯 在當地時間30日 在華盛頓與美國房長奧斯丁會面 雙方要求北韓撤出烏克蘭 大約2小時後 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導彈 美韓都評估是洲際彈道導彈 而且是北韓到目前為止最長程導彈 南韓軍隊提升界備形勢級別 路透社報導說 南韓軍方評估 北韓這枚洲際彈道導彈使用了 新開發的固體燃料推進器 日本政府表示 彈道高度達7,000公里 導彈飛行87分鐘 飛行距離1,000公里 比上一次 也就是去年10月 撕射的洲際導彈飛行時間長了73分鐘 導彈是以高角度發射 如果轉成正常軌跡 塞程將15,000公里覆蓋美國本土全景 北韓在出兵烏克蘭後 又是東亞懸要武力 令各國響令大作 戰區法文警告說 北韓75年來沒有經歷實戰 現在突然有機會 由烏克蘭戰場獲得現代戰爭經驗 這會成為一個大問題 而且烏克蘭戰場如朝鮮半島有相似之處 再加上俄羅斯提供的現金、能源、武器、技術及情報 北韓軍隊將變得更致命 此外 如果北韓後續出動更多兵力 不僅投放在俄羅斯的富爾斯克 而且投入烏克蘭本土 這不僅對烏克蘭是大問題 還可能影響到東歐 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忠基將軍認為 金正恩目的不是開戰 他說現在他發射核導彈 其實他也在回應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才剛剛宣布說 他已經完成他的新一輪核彈測試 他擔心北韓的介入之後 會令北約國家也派兵介入烏克蘭 或者說美國與北約國家同意 烏克蘭可以用這些精準攻擊武器 去攻擊俄羅斯本土 所以他提升這個核威懾 同時也被北韓試射 如果再將中國拉進來 等於就是三個核武國家 去對抗美國和北約 某種程度來說 就是一種核威懾趨勢 目的不是要製造戰爭的升級 是希望能夠迫使北約 或者美國在烏克蘭的問題上讓步 事實上他們認為 川普一旦當選的話 優先的重點就是要解決俄烏戰爭 所以這些動作事實上 我覺得就是談判前的 拉高談判籌碼的一些手段 金正恩事實上在川普任內 還舉辦了兩次峰會 之後金正恩就沒有再做任何導彈試射 換句話說 金正恩是與川普之間懂得怎樣的溝通 北韓金正恩其實最需要的就是 美國承認或者承諾不會去攻擊北韓 普遍認為 中俄潮衣這個軸心中 中共扮演最重要角色 因此目前中共的立場受到關注 俄副外長盧登科 30號導北京獲得高規格接待 見到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雙方再次確認中俄全面戰略協助夥伴關係 值得關注的是 兩個禮拜前 中共黨魁習近平曾經視察火箭軍 要求加強戰備 再之前中共罕見對太平洋試射洲製彈道導彈 余中基將軍說 潮俄有意進一步捆綁中共 他說 中共和俄羅斯就是要透過武力的方式 去改變國際的現狀和遊戲規則 這也就是上星期的金磚會議 俄羅斯所要刻意去突顯 它並沒有被孤立 而是它們的國際影響力正在逐漸擴大中 當然這個前提就是必須把中國綁在一起 包括北韓派兵 事實上就是要把中國綁在一起 邪惡俗心的形成 實際上是對中國來說 它自己本身會被當成主要的制裁 貿易孤立的主要對象 所以中國並不落見北韓的駕入 更何況北韓向來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上星期 到赫山和普京會面 雙方的互動並不熱烈 當然現在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形勢 已經不是中國能夠主導的 即使不贊成北韓介入 北韓還是介入了 只能說普京還是厲害 普京索造這樣的一種兩極對抗的結構 令中國被迫表明立場 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名居正 在《政經》最前線中提醒說 朝鮮半島局勢影響台灣 1950年韓戰爆發後 台灣轉危為安 現在如果朝鮮半島出現動盪 甚至牽涉到日本 中共就會想 我是不是有機會打台灣 電動汽車是中共重點產業 但尷尬的是 近日長城汽車董事長 魏建軍表示 中國的電動車沒有核心技術 魏建軍15號對新浪財經表示 中國電動車長期依賴西方技術 電機、電控和晶片等都需要入口 業界普遍認為 電動汽車核心技術主要包括電機、電控和電池 其中電控部分又包括車規級汽車晶片等 魏建軍表示 中國的動力電池原始技術起源於日本 通過南韓發揚光大 並由美國佔據 索尼本田社長長川西泉 曾發表過類似意見 他去年年代批評說 中國只會將電車螢幕搞到花哩花綠 在關鍵的電動車本身毫無技術 美國航空公司新規生效 如果航班取消或嚴重延誤 美國的航空公司必須行乘客主動退還機票 和其他相關費用 包括行李、Wi-Fi或娛樂等 只要是已經收費 但沒有提供的服務 就需要退還現金 聯邦運輸部長布迪志28日 在社交平台發文宣布 今日自動退款規定全面生效 航空公司必須及時提供現金退款 而無需乘客提出要求 根據新規 美國國內航班遲3小時 國際航班遲至少6小時 可視為嚴重延誤 必須在減去以達成航班價值後現金退款 除非旅客同意 否則航空公司不能用代金券、旅行積分等作為補償 根據新規 如果行李遲失 而且國內航班到達登機口號 12小時內沒有交付 航空公司應退還托運行李費 而國際航班有15至30小時時間歸還不見了的行李 日經亞洲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台積電已撤斷 對至少兩家晶片開發商供貨 因為懷疑這兩家公司和華為公司有關 《自由時報》引述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說 這兩家公司曾向台積電落單 生產使用7納米製程的晶片 不過近期訂單數量逐漸增加 引起台積電警覺 香港實施國安法以來 香港人才大量外流 港府以引進人才為名 在2022年設立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直至今年9月已經有66,000人憑高財通入境 不過其中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去年11月 調查了5,000名高財通人才 發現他們抵港超過半年 但就只有一半就業 香港民間團體 今年7月 周葵子女來港生活的人才 展開調查 發現當中有71.5%是高財通人士 但其中21.6%的人表示 還未找到工作 深圳人基拉雄在澳洲畢業 憑高財通入港 他告訴南華早報 希望找到金融工作 但用了近3個月時間 發送了百多份簡力 降低預期薪酬後 才找到一份和專業無關的行政工作 高財通計劃中 來自中國的申請超過95% 真正外籍人士佔比 比一般就業政策時期更低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 副主席許晶認為 高財通這個名詞有誤導成份 申請人的學歷在香港 例說不算非常突出 更沒有在香港居住和就學經驗 找到合適的工作比較難 在節目結束之前 和大家分享一則健康的訊息 隨著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 成為全球健康挑戰 很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寶 終於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陳先生說 我的糖化血色度是7.9 第一次吃完三個月後 就降到7.1 接著再吃三個月就降到6 現在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了 血壓方面我也是一樣 吃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血壓也有下降 我現在把藥都減了半 我都沒有跟醫生說 不過我測量了好幾次 都是回復到正常範圍了 主要這個三高代謝寶 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狀 例如膽腹醇 三酸金油脂 還有高尿酸都可以改善 我腎功能本來不是很好 本來是50 現在是52 好似陳先生一樣 很多關注健康的人 在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發現這一款產品 以天然成分和獨家配方 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情況 它就是你或你身邊的家人朋友 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選擇 另外隨著三高代謝寶改善健康的同時 健康520也引入了新產品 補氣18美 補氣18美能夠迅速補充氣力 提升體能 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我再次提升 更多討論 請大家 再次討論 再次提升 請 picked 請大家